都是無可比擬的 我們平時在香港我見到那些約束的事件 雖然都令我們很憤慨 但是我想相比於黑熊受的苦 那些可能都真的不能夠比擬 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剛接到一個case 有隻狗 狗的嘴是長的 主人的爸爸媽媽說狗經常肥 醫生找一條橡筋 很粗的橡筋 固著狗的嘴 律師姐哭了兩個禮拜 狗當然不能肥 來到診所的時候 那個嘴已經是一條一寸的心的傷痕 為了嘴 我跟那個主人說 我說無論狗多麼壞都好 作為人類 你是不可以透過傷害動物的手段 來達到自己舒服點的目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很簡單 今天黑熊的事件就是一樣 是一個大事大非的事 無論拿膽執 對剛才醫師說到有用無用 其實就算有用又怎樣呢 我們是不是要透過拿膽執 傷害動物的手段 來達到一些令人類開心點的目的呢 這個東西是不合理的 不需要去爭論的 無論怎樣的情況之下都好 我們是不可以去傷害別人 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而現在這個目的只不過是 歸根究底問心那句 都只不過是賺到大錢的意思 他只不過是把這個罪業成為一個企業 把罪惡用金錢來合理化 這個樣的做法不單止是傷天害利 還更加令到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下一代都不再講良心 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我們不要內惡 不要覺得黑熊跟我們很遠 黑熊好像不關於香港的事 無論我們是做秀醫的 無論我們是做仁醫的 無論是普通市民 無論是我想在逛街的市民 今天才是人行過的市民 你都可以看看 怎樣可以忍受我們中國人 自己為了金錢 去做一些這樣傷天害利的事 這個樣東西我想稍為有些良心的 都不應該去接受的 我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會